110年全国运动会将于10月16日起于新北市举行 南投县体育会电子经济运动委员会 日前于五玉高中召开电竞代表队选手选拔活动旗袍说明会 邀请大人乐校及南投县各国高中学职共同交流 盼选出优秀选手为本县争取荣耀 去年我们成立了我们南投县的电竞人才的培育基地 那五玉高中提供最好的设备跟环境 来培育我们电竞领域的相关的人才 然后承门我们电子经济委员会 主委邀号邀预言的支持 然后在这边开办了我们第一次的 全运会的电竞选手的选拔 在我们五玉高中来进行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选拔 然后经过我们的培训跟训练 能够为我们南投县在全运会里面 拿到电竞最好的成绩出来 而五玉高中今年积极转行为 技职专业人才培育基地 更将电子经济拿入 多媒体动画科的课程当中相当特别 基本上我们学校的课程 我们多媒体动画科的课程 它除了有基本的艺术群 跟设计群的课程以外 它还会搭配我们电竞的学程 去做一个结合 就是让小孩子除了在学习 一些基本课程以外 他还可以去接触到 电竞周边产品相关的产业课程 以五玉高中这几年在做多媒体动画科 在招生的成效来讲 全国的多媒体动画科 我们招生的绩效是全国排第四 所以我们在引进这个电竞的课程之后 融入我们本身的课程 其实对学校的招生成效来讲 其实是有加分的 先议员尤浩感谢五玉高中 对于电子经济项目的用心推动 今年首次举办全云会选拔 以及体验营的活动 也期待既有选拔 能够选出优秀选手 参与全云会的竞赛 以及南投线体育会 电竞委员会 还共同举办这个全国运动会 南投线电竞选手的选拔 以及电竞体验营 那今天的话是一个正式的记者会 也希望在这里能够选出12位选手 不管是英雄联盟或是卢士战绩 都能够早点把南投线的选手底定 还能够早点进入这个 包括默契的培养 以及包括这整个一个训练的过程 所以在在都可以看得出 五玉高中邱生彬校长 以及老师 包括许总安事 许主任 一起在这个努力之下 希望能够为全国运动会 争取最佳的成绩 其中五玉高中更邀请 国际科技大厂AMD 腰越科技 佳解科技等厂商共享胜举 战至未来取得全云会代表队选手 一整套最高规格电竞比赛周边设备 让本线选手在全云会 与全国各地选手们针锋 记者是文俊 南投才能报导